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性病中心综合防治办公室主任白亚敏在2009年9月20号 他说 心脑血管疾病是目前中国发病率 自残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每12秒钟就有一人因中风或心梗而倒下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每12秒 心脑血管疾病的严重性在于人数多 死亡人数多 中国现在每年死于心梗和脑梗的病人在300到350万 同时呢 每年还有700多万人造成残废和偏瘫 老重中直接造成的经济支出是300亿人民币 所以在65岁以后的老人造成他的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心梗和脑梗 现在的情况是 老梗的能数越来越多 心梗死亡的能数是高居不下 从老梗的情况来看 前面我们讲过 每12秒钟就有一人因心梗和老梗而死亡 那么对于老梗来讲呢 大概20秒钟就有一人因老梗而丧失生命 现在中国生存的老梗病人有750万到800万 而且老梗病人发生的频率以每年10%的速度在递增 如果现在的措施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来预防老梗的发生 到2002年 也就是说10年以后 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人口会增加一倍 也就是说将近1400多万人 在老梗发病的病人当中 三分之一是致死的 三分之一是永久性的损伤和残废 前面我讲致死 致命的 就是说 老梗发生以后 立即死亡 还有三分之一造成残废和永久性的损伤 还有三分之一虽然救过来了 但是呢 还要预防第二次再发生 第二次 第三次 如果发生了以后呢 很有可能又会造成一部分人死亡 还有一部分人呢 变成偏瘫 躺在床上 新闻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高距不下 中国关于病患者的人数是多少呢 六千万人 现在这个发病的人数 发病率还在不断的增加 直线上升 每40岁以后 每增加10岁 这个患病率就要递增一倍左右 那么 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关于病呢 和关于病相关的疾病呢 一百二十多万 一百二十多万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 有不少的明星 电影明星 在这个艺术界 文艺界有名的一些人物 他们都相继 由于心根和脑梗而死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现在心根脑梗造成的死亡 是越来越年轻 现在在七年后出生的一批人 也就是说 刚近四十或四十多一点 这一批人当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生心根和脑梗造成的死亡 现在根据统计 每十个患者当中 脑中风的患者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在四十五岁以下 心根发生的年龄也不断的提前 在九零年到九五年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全国的人群当中 有两百万人发生过心根 而到了两千年 这个数字上升到两百五十万 根据中国卫生部的预测 到了两千零二十年 三十岁到四十岁发生心根的患者 可能要达到九百万 九百万 所以越来越年轻化 新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 占全部死亡 万应病死亡人数当中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而且近五年来的调查说明 新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在直线上升 在直线上升 中国发生的新脑血管疾病 而造成的心根脑根的急性死亡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头号杀手 美国也是如此 全世界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现在有七千万美国的民众 有不同类型的有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那么死与新脑血管疾病的总数呢 有一百万人 这是在美国 当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一个平缓阶段 而且在往下走 下面我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全世界范围来看呢 有一千七百多万人造成的心根脑根死亡 那么这两种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动脑血管的着氧硬化 动脑血管的着氧硬化 所以这两种疾病处于各种慢性病死亡之所 主要的是口号杀手 那么现在从全球性的情况来看 主流于血西医采取了各种方法 特别是像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ABCDE法 西医的这个支架直入法 冠状动脑搭桥 以及中医的活血化与通路 等等方法 西医的ABCDE法呢 我们都知道A就是Espinning B呢叫做Beta-Locca 英文叫Beta-Locca 就是防止心脏肌肉出一种紧张状态 来阻止它 C呢 因为英文当时 胆固醇 这个英文当时第一个字母是C Clector 所以用C来表示 就是降低胆固醇 通过降低胆固醇的方法 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再次发生 称之为二级预防 D呢 就是糖尿病 因为现在很多新的脑本是从糖尿病患者里面出现的 所以要控制糖尿病 控制饮食 所以称之为D 因为糖尿病 这个英文字母的 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D Diabetes Diabetes Diabetic E呢 就是断裂身体 Exercise 所以通过ABCDE的方法 作为二级预防 来防止心肝和脑本 这是目前 西医作为主流医学 采取的主要的方法 另外同时还有支架 直入放支架 另外呢 搭桥 冠状动脉搭桥 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来 采取的种种措施之一 同时中医呢 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 全世界的中医在北京开会 对于心肝老本这样一些历史上 中医以前的历史上 这个出现并不很多的这样一种疾病 给它为给它定性 规范为叫血淤症 所以近三十年来 中医采取的方法 以及他们研制开发出来的中程药 它主要是通过活血 化鱼通续管 这样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呢 都有它的一定的效果 有一定的效果 能够延缓血栓的形成 能够控制 由于心肝老本来造成急性死亡的发生 但是这些方法呢 都有它的局限性 都有它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由于动脉虚管硬化已经形成 虚管加载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些方法只能够缓解和部分的控制